欢迎大家收看《艺术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印度解放的咖啡工人引领了摆脱奴役劳工的道路 我们真的需要人生目标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这部令人上瘾的韩剧比鱿鱼游戏更聪明和复杂 想找点乐子吗? 偷听一下邻居们的对话,非常有趣 开始了争取追求安打股东的活动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印度解放的咖啡工人引领了摆脱奴役劳工的道路 未报 在过去的12年里 印度的Advoci Hakkagala Salmon Bayer Semity HSS 帮助了大约1500名个人 离开卡纳塔克邦科达谷地区的咖啡园 以对抗受奴役劳工剥削 AHSS声称该地区有超过8000的家庭陷入债务奴役 自1976年以来 印度已经将奴役劳工定为非法 但这种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被奴役劳工有权获得赔偿 但这种情况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发生 AHSS正在努力确保那些被奴役劳工的释放 并为他们提供赔偿 我们真的需要人生目标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悉尼先驱晨报 表现教练安德鲁梅表示 个人满足感来自于拥有一个目标 梅帮助商业领袖 运动员和军事人员改善生活 他认为大多数人需要大约4个月的时间来确定自己的目标 他说拥有明确目标的人更有可能从逆境中反弹 并且往往能活得更久 这部令人上瘾的韩剧比《鱿鱼游戏》更聪明和复杂 韩剧交易与热门剧《鱿鱼游戏》相比 引起了人们的比较 但它作为一部复杂而巧妙的剧集独树一致 交易与《鱿鱼游戏》一样 是一种令人上瘾的紧张与堕落的融合 探索了资本主义及其破坏性影响的主题 这两部剧都需要观众在每集结束后休息一下 以消化剧集的紧张感 然而 交易提供了自己独特的故事情节和角色 该剧系基于2015年一部《铝获殊龙》的短片改编 由参与原片制作的全宇成导演指导 第一集介绍了一个年轻女子朴珠英 Park Ju Young 她与一位年长男子在一家偏僻的旅馆里谈判 出售自己的针操 然而 很快就显而易见 朱英是一个从事人体器官交易的犯罪组织的一部分 当男子被捆绑并被展示出来拍卖时 故事发生了黑暗的转折 与此同时 一场地震发生 将旅馆变成了一部灾难电影的场景 交易与《鱿鱼游戏》之间一个显著的区别是 交易中没有一个人值得为之加油助威 所有角色都道德上存在问题 观众没有一个可怜的人物可以支持 主人公朱英有自己的目的 一旦确保自己逃脱 就会抛弃她的同伴 该剧深入探讨了非法器官交易的恐怖 同时融入了幽默和讽刺的元素 总的来说 交易比《鱿鱼游戏》提供了更复杂和巧妙的叙事 它是否能达到相同的受欢迎程度 还有待观察 但任何看过一分钟的人都可能会上瘾 该剧目前可在Paramount家上观看 想找点乐子吗 偷听一下邻居们的对话 非常有趣 悉尼仙区晨暴 今年墨尔本一岁节有各种各样的喜剧表演 亮点包括Sticky Big 这是一场物理喜剧表演 包含了各种古怪而易于共鸣的小品 还有Stad 这是一场关于与90年代的澳式橄榄球运动员约会的角色喜剧 其他节目还包括Nick Robertson 这是一个关于被驱逐出苏格兰的故事喜剧 以及Dan Brader 这是一场包含即兴表演和自嘲幽默的表演 最后 Kamarin Ribbons 以一场喜剧表演设定在喜剧演员自己的葬礼上 提供了独特的转折 开始了争取追求安打股东的活动 悉尼仙区晨暴 亿万富翁布鲁斯 马希森向酒类和博彩巨头恩德维尔集团的股东写信 主张选举比尔 维尾时进入公司董事会 以扭转公司所见的价值破坏 马希森是该集团最大的股东 持股比例为15.1% 他批评恩德维尔的管理层 在实质性价值破坏和运营业绩下滑方面失职 他认为该集团的零售业务单 莫菲和BWS 正在失去对手如科尔斯酒类的竞争优势 并且公司的成本失控 我在世界上最偏远的迪斯科夜晚 金融时报 在苏格兰的偏远科尔岛上 举办了为期两天的 Ditor Discotec音乐节 该岛上只有170人居住 这个活动被宣传为世界上最偏远的迪斯科舞厅 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等世界各地的参与者 音乐节由DJ们演奏迪斯科音乐 并在科尔村会堂举行 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设备齐全的场地 对于如此小的社区来说 这个活动需要复杂的后勤支持 包括通过渡轮运送音响和灯光设备 以及从大陆非来安保人员和医护人员 沙特阿拉伯向数字主题公园初创企业投入数百万美元 金融时报 沙特阿拉伯政府支持的娱乐项目利亚德季节 已经投资于数字主题公园初创公司Hyperspace 该公司设计了结合数字和实体娱乐的公园 包括游戏 旨在吸引沙特阿拉伯年轻且精通数字技术的人群前往购物中心 Hyperspace自从9个月前在迪拜开业以来 已经吸引了近50万游客 计划在沙特阿拉伯和国际上扩张 丽莎 西蒙谈论对母亲妮娜的爱与恐惧 未报 妮娜 西蒙的女儿丽莎 西蒙谈到了她与母亲的关系 强调了她所经历的虐待和忽视 作为一名歌手和词曲创作人 西蒙将在伦敦举办一场向母亲致敬的音乐会 妮娜 西蒙在20世纪60年代展露头角 创作了许多著名的抗议和庆祝歌曲 她以其激进主义而闻名 并患有躁愈症 西蒙描述了她的母亲如何变得越来越暴力和不可预测 以及她为了保护自己 不得不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动态 卢旺达驱逐计划的内幕故事 未报 英国政府将寻求庇护者驱逐出境 并送往卢旺达的计划 充满了法律挑战和争议 这项政策于2022年4月宣布 旨在通过将他们送往英国政府 声称安全可靠的卢旺达来阻止移民穿越英吉利海峡 然而 由于法律挑战和后续的后勤问题 首次尝试的驱逐航班被取消 而随后的法律挑战 进一步对该政策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 政府现在正在向最高法院上诉 最高法院将于10月9日听取争论 批评者认为 这项政策是不人道的 未能解决移民的根本原因 他们还质疑卢旺达是否适合成为寻求庇护者的目的地 因为卢旺达的人权记录有问题 庇护系统也没有经过测试 对该政策的法律挑战凸显了需要一个公正透明的庇护系统 尊重庇护者的权利并确保他们的安全 情景喜剧传奇人物詹姆斯 伯洛斯谈回归弗雷泽 未报 詹姆斯 伯洛斯是一位资深情景喜剧导演 他负责将弗雷泽 克莱恩这个角色带到荧幕上 并指导了弗雷泽重启版的前两集 再一次采访中 伯洛斯谈到了他的目标及保护角色 并确保剧本和演员与原版节目一样出色 尽管一些原演员拒绝回归 伯洛斯认为重启版的剧本非常精美 与之前的节目不相上下 他还强调了保持拍摄现场的良好氛围 和让演员保持兴趣和快乐的重要性 因为这会在最终作品中体现出来 伯洛斯回顾了自己在电视行业的漫长职业生涯 并承认自己开始以来发生的变化 包括流媒体服务的兴起和优秀喜剧作家数量的减少 他对当今电视节目的质量表示担忧 称任何人都可以用iPhone制作节目 而这个系统不利于创造高质量的内容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伯洛斯仍然保持乐观 并对自己在情景喜剧中的职业生涯表示感激 他认为这让他的生活多了几年 总的来说 伯洛斯的采访为弗雷泽重启版 和他的导演新系列的方法提供了见解 他强调了保护角色和保持拍摄现场良好工作环境的重要性 尽管他承认当今电视行业面临的挑战 但他仍然保持乐观 并对自己在情景喜剧中的职业生涯表示感激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 涉及到了印度咖啡工人的解放 人生目标与幸福 韩剧交易的复杂性 澳大利亚喜剧表演 沙特阿拉伯数字主题公园 必杀 西蒙与母亲的关系 卢旺达驱逐计划 情景喜剧弗雷泽的重启版等等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印度解放的咖啡工人的故事 AHSS帮助了1500名咖啡工人摆脱了奴役劳工的困境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虽然印度已经将奴役劳工定为非法 但这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AHSS的努力未被奴役劳工提供了希望和赔偿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接下来我们谈论了人生目标与幸福的关系 表现教练安德鲁没认为 人们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才能获得满足感和幸福 他的观点引发了讨论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找到自己的目标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我们还介绍了一部令人上瘾的韩剧交易 与由于游戏相比 它更加复杂和巧妙 这部剧探索了资本主义及其破坏性影响的主题 给观众带来了紧张和堕落的体验 与由于游戏不同 交易中的角色都存在道德问题 观众没有一个可怜的人物可以支持 这部剧提供了独特的故事情节和角色 给观众带来了深刻的思考 如果你想找点乐子 墨尔本一岁节上的喜剧表演是个不错的选择 各种各样的节目将带给你欢乐和笑声 让你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在商业新闻中 我们报道了亿万富翁布鲁斯 马西森对恩德维尔集团的投资 他希望通过改变公司的管理层来扭转其下滑趋势 这是一项重大举措 将影响到该集团的未来发展 另外沙特阿拉伯政府 对数字主题公园初创公司 Happerspace的投资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这个娱乐项目旨在吸引年轻人前往购物中心 体验结合数字和实体娱乐的公园 这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项目的发展 此外 我们还报道了一些关于音乐 电视和电影的新闻 包括丽莎 西蒙对母亲的回忆 卢旺达驱逐计划的争议 情景喜剧弗雷泽的重启版等等 这些新闻都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考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样 涵盖了各个领域 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和乐趣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